花蓮县警察局刑警大队根据侦办的贩毒案向上溯源 1月底又破获一起毒品案件 经过多月的跟肩埋伏眼见时机成熟 警方编纷多路破门攻坚 顺利查获了张信嫌犯等三个人 并且查扣了第二期毒品 暗非他命还有毒品咖啡包等证物 全案是以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这些移送花蓮地检署侦办 历经几个月的跟肩埋伏眼见时机传熟 警方动员警力缤纷多路破门攻坚 顺利查获张信嫌犯等三人 并且查扣第二期毒品暗非他命1.5公克 还有毒品咖啡包32.6公克等证物 为了刑警要缴购买 还把浪子摇头四个字印在毒品咖啡包上 警方则是期盼犯嫌能够浪子回头 改掉适用毒品的恶行 本局刑警大队在今年1月底向上溯源 侦办张信犯嫌贩卖二级毒品暗非他命 并报警台湾花蓮地方检察署 检察官指挥侦办 在3月16号持搜索票 将张信犯嫌等三人查期盗案 全案并且查扣了毒品暗非他命 以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 全案以涉嫌毒品违防治条例 以请花蓮地检署侦办 犯嫌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积押获准 警方查期远警在发现所查扣的咖啡包外观上 印有浪子摇头四个字 并且劝借这个犯嫌能够浪子回头 改掉吸毒的恶习 切勿吸毒贩毒 让关心的亲友摇头 陷阱局刑警大队根据侦办的贩毒案上上溯源 又破获了一起毒品案件 全案以涉嫌毒品违害防治条例罪嫌 移送花蓮地检署侦办 警方也呼吁花蓮乡亲不要以身释法 如果发现有不法勤 侍请立即通报警察机关 共同打击犯罪建构美好家园 据学历情花蓮市报道